人心健康得安乐 法界众生都得吉祥胜利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陀时代有一位伯居罗尊者 读阿弥陀记里面有个伯居罗尊者 他活到165岁都没有生过病 他早就证阿罗汉 而且活到165岁没有生过病 人家就问佛陀说 佛陀为什么这个伯居罗这么长寿 又证阿罗汉又不会生病 佛陀说这个伯居罗在91节 一节至少4亿年 91乘以14亿年 通通没有生过病 大家眼睛真的大大了 为什么 不用生病 为什么 佛陀说 91节之前 伯居罗做一个乞丐 那时候有一个佛陀成佛了 很多有钱人都去供养佛陀 供养出家人非常好 但是伯居罗那时候是一个可怜的乞丐 他什么钱都没有 但他也很想供养 但是他口袋刚好有一个 做乞丐拿到了半颗水果一半烂掉了 叫阿摩罗果 这阿摩罗果有一种药可以去治病 他就把那个烂的切掉 剩下一半 然后他也不能去前面了 因为他是乞丐 结果在树下有一位老和尚生病 没办法上台 走不上去 坐在树下 然后伯居罗就跪在他面前说 老师傅啊 我是个乞丐 我没有搬毛钱 也没有饭 但是我剩下这半个水果 你愿意慈悲接受我供养吗 因为我很穷 我上辈子就是没有布施 没有供养 我才会做乞丐 所以愿你接受我的布施 那个老和尚 当然慈悲啊 接受他的布施 一吃了以后 身体舒服了 然后就问他 你有什么愿 伯居罗就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 长寿无病 将来有佛出世 我也要出世跟佛出家 正的阿罗汉 他就发这个愿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伯居罗九十一节做乞丐 供养一个水果半个 所以他发这个愿 九十一节富贵不生病 释迦牟尼佛又来投胎 他也跟着来投胎出家正阿罗汉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你一直拿药 你一直拿药为自己 还不如拿药帮助其人 所以我永远带着感冒药 干嘛 每次出来问 有没有人感冒 替我吃药 我就不用感冒 我永远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佛教徒 而且我现在还要点一只香 叫药香 用这个药 念一下药师佛药师座 帮助生病的人 好不好 走过的人闻到药的味道 孤魂野鬼 闻到药的味道 就不用生病了 特别是我们 祖先如果还在生病 各位记住 如果你往生的 祖父祖母还在生病 保证你也会生病 为什么 他会拜托你 如果你阿公 你的祖父特别疼你 他来找你就换你生病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奇怪 爸爸中风 70岁中风 儿子也70岁中风 爸爸40岁得癌症 儿子也40岁得癌症 医生说遗传 这不是遗传 这就是父母没超度 那哥以后用药 或是你买汉 中药也可以 汉人的药 一点点 加上你点的香 烧一烧 这个味道 布施出去就好了 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 特别被杀掉了鸡啊 鱼狗那么多 布施 我下回会把药 寄到我们首尔来 我们度尸节那边 那各位去拿 好不好 如果寄得进来 但是如果没有 你自己去中药店 一点点药粉就可以了 或甚至很简单 你经常头痛 头痛药 要吃之前 布施一颗 嗡嗡嗡 布施出去 布施到草里面 所有头痛的众生 我要给你们吃 你发觉你头痛好了 你吃药很容易好 这福旧的方法很简单 布施药得健康 布施钱得发财 那你做什么布施 女人要漂亮吗 那你就布施衣服 给人家穿 特别布施什么 出家人的袈裟 寺庙有很多出家人 你包一包红包 师父这个钱 给你买衣服 这样 你腿不好 师父这个给你买鞋子 这样 或是你买好的鞋子 送出去 女人希望皮肤很白吗 韩国出家人出门都戴帽子 这样 你就买帽子 去供养出家人 师父戴帽子 不用晒太阳 以后你的皮肤晒不黑 简不简单 所以真是如此 像我也怕晒太阳 我的朋友 人家越晒皮肤越白奇怪 他说我晒太阳皮肤就会变亮了 真的 我看那还真的 我们晒太阳皮肤脱皮 因为没有种这个善业 好 那现在拿这个香 它是药 然后你要观想 所有的生病的众生 有形无形的 包括你身上的 他们都得到药 跟我念 来 那么药师佛 那么消灾严寿药师佛 那么随心满怨药师佛 会不会念药师咒 会的举手 靠你了 就靠你一个 所以各位要慈悲 背 什么叫咒 一个人在念咒 所有的佛都一起念 咒的力量很大 还有一个咒 希望各位以后会念 除癌症咒 现在人最怕得癌症 消除癌症的咒 给我念一下 来 德里的塔 安安迪 安安迪 斯里皮 斯里斯里 摩羯师子 沙摩巴度 瘦哈 如果你以后你愿意学 把它背下来 经常念给别人 这就是你不会得癌症的因 很简单 因为你消除别人癌症的痛苦 你就不容易得癌症 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容易得癌症 然后这个香点完以后 不要插在佛前 佛没有生病 这个香点完是插在窗户外面 或是楼下 这样好不好 你窗户外面打开 有花盆 插一只香 这样 布施给众生 下回我们会寄来 就是这一种 这里面有食物跟药 通通放在一起 你只要点一只 每天放在家里外面 佛前你可以点好的成香 檀香 这个叫甘露香 是为了布施的 乃至你自己做都可以 自己做都可以 没有香用一杯水跟米 这样可以 好不好 那如果生病了 你把你吃的中药粉放在水里面 搅一搅 泼出去 这样可以 泼出去外面 还有一点要教各位的 有人怀孕了 然后小孩子生下来以后晚上就哭 晚上就哭 那布施什么 那你要布施牛奶或母奶 他到了晚上就哭 就要代表这个小孩子的冤心在主 或是你前面堕胎流产的小孩没超度 你就用牛奶母奶 窗户打开 小孩在哭的时候 滴几滴出去 他就不哭了 试试看哦 这个你才知道 佛经这么说的 所以很简单 你是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请记住佛教的真理 你要快乐 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得到快乐 很简单 所以有人要盖免费医院 要盖老人院 大家去帮助他 好不好 人家出一百万 你出一万都没关系 你出一块钱 尽力就好 所以七颗米就太容易了 三滴水 嗡嗡嗡就太容易了 因为你有佛法 有佛法 七颗米就会变成整个世界的事物 所以那天我们 我们哪万康布施 被安排我们去光州 对 光热食 是做了两场最大的超度 他们会觉得 哇你怎么烧一堆食物浪费 这为什么要烧 因为这个是千百年来没能做 鬼道是吸味道的 吸味道 所以为什么用香用食物做 他会吸那个味道 各位回去试试看 你用一盘新鲜的食物 拜土地公 或是拜祖先 拜完以后你再吃它 没有味道 那个臭掉了 鬼是吸味道的 所以我们拜水果也是这个 最好的水果的香味来供养佛 然后佛会把这个香味又布施给鬼道 但是你拜佛的水果不会臭掉 因为佛不会把它全部吸掉 佛反而加持它 但是如果你这个水果很香 拿去拜祖先 你再来吃没味道了 为什么他们吸掉这个味道 所以佛经说 刚死掉的叫中阴森 或是那些动物 很多孤魂野鬼 是吸味道的 所以你用烧香布施给他们 很好 不然你就要念咒 O Sambalai Sambalai Ho 变成给他们 变成给他们 然后变成很多很多 那我教各位这个方法 那各位很容易做 但是很慈悲 释迦牟尼佛说的 有人为佛陀煮了一碗饭菜 最香的 因为佛陀来到他们的地方 他早上就起来准备一碗 结果热热的要拿去给佛陀吃 突然路边有一只流浪狗 快饿死了 冬天没人喂 他想着我煮这么好 要给佛陀 他就很挣扎 但是佛教我们要慈悲 流浪狗快饿死了 他就干脆把那个饭拿出来 倒给他吃 然后跑到佛陀面前跪下来 佛陀今天你没饭吃了 我已经把要供养你的最好吃的 那个狗很可怜 佛陀批这样 佛陀说 慈悲就是供养佛 如果你把那个饭供养我 是有福报 只有一尊佛的功德 但是你把那个饭菜 供养流浪狗 你的功德等于供养所有佛陀的功德 所以各位 佛陀不需要我们供养 对不对 佛陀接受我们供养是让我们种福田 佛陀要我们干嘛 念一下 帮助众生 普度众生 才是供养佛 所以佛陀说了 你去放一只鱼 不要被杀 佛陀说 那你就救了我的独生子 佛陀说 每一只鱼都是我的独生子 每一只动物都是我的母亲 谁能够救一只鱼 谁能够救一个生命 所以中国人会说 救一个生命比盖七奇佛陀 寺庙都还功德还大 所以这就是放生的功德 所以各位在这边 我那天也在守耳放 守我的鱼还真贵 一只鲰鱼一只鲤鱼要100块人民币 超过 我们买是真的那么贵吗 还是我被骗了 真的贵 贵才要放 贵就不放 只是说将来你有机会回中国 到哪里就多放一些 我们台湾那个鲰鱼一只那么大 一只这么大 40公分这么大 10块钱人民币 再贵一点20块人民币 哇 这边120人民币 我们在台湾放很多章鱼 因为韩国人喜欢吃章鱼 还在冻 各位有没有吃过 有要好好忏悔 很恐怖的 活活的 咳咳咳咳咳咳咳 然后加酱油 哇咳咳咳咳咳 这下惨了 你给他什么痛苦 将来都在你身上 所以各位那怎么办 所以来今天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被杀掉被吃掉 所有动物 所有动物 章鱼 海鲜 水产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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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水拿起来 佛经说的 用一杯水 供在佛之前 回向 所有首尔士 一年之内被吃掉的海鲜 超度 水是给超度鱼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 每天要用水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准备点水 恶鬼升天 海鲜离苦 众生小野障 人类得福报 各位现在是百千万亿富翁 经典说 用一杯水供佛 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咒 用一杯水供佛 等于念一百万遍消夜这样的咒 为什么 水可以把不好的洗掉 所以用水可以超度海鲜水产 用水可以超度咽口鬼 这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每天至少不湿一杯水 好不好 好 不好的举手 拜托啊拜托 这个比选总统还重要 因为慈悲 所以今天的演讲 是我跟杜思姐讲 赶快安排 我没多久要回台湾 这边的鬼找你们 不是找我 拜托啊 你们就直接帮助韩国 所以你问你每天布施一杯水 这样供养这些水 请问你功德有没有比韩国总统大 有没有 有 那当然 所以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 做不做总统都没关系 如果做总统 全部人每天都要吃素 那做有用 释迦牟尼佛 以前人家叫做国王 可以 全国人都不准杀生 不准吃肉 我才要做国王 不然不做 他都有条件了 因为他不是喜欢做 他只是为众生 对不对 如果老百姓 不得不选你做总统 因为你很道德 我们相信你 那有条件的 但是我想各位应该慈悲 那难得来到韩国 代表你跟韩国有缘 那多布施一点 回向南韩 回向北朝鲜 回向我们大陆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回向世界 韩国会影响世界 您也可以影响世界 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边做 地狱道 鬼道 出生道 很多得到超度 得到清涼 今天我们在这边念 三宝欢喜 加持 所以一个人 可不可以影响世界 这就是佛教的道理 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影响三千大千世界 一万一千五百年 而且释迦牟尼佛只是化身 他只是一个 已经成佛的 来化成一次的生命 就可以影响一万一千年 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佛教师们 你用佛的心 可以影响世界 一杯水 一点点香 一颗药 几颗米 念阿弥陀佛 可不可以影响世界 可以 今天你到百货公司 能很多 你站在外面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给他们 他们要漂亮 南无妙色深入来 希望他们都漂亮 他们要发财 念一下 南无多宝如来 大家发财 大家发财 你发不发财 你自然发财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走在路上都会念 像这个商店 咖啡厅进来 我就会念 南无多宝如来 希望他发财 赚钱 对不对 这叫慈悲心 你不能说 赶快倒掉 你要希望他发财 你看到人家卖猪肉鸭肉 我也会念多宝如来 希望他发财 不用再做这个行业 他哪里喜欢做 他是不得不做 对不对 他如果房地产赚钱 他就不用在那边杀鸡杀鸭了 所以佛要我们念七尊佛 念一下 南无多宝如来 南无多宝如来 永离贫穷 大家发财 念这个佛可以改变世界 南无保圣如来 众生消夜 离苦升天 你念保圣如来 连鬼都可以升天 一般的人可以消夜将来升天 南无妙色升如来 所有众生 永离丑陋 向好庄严 祈祷别人漂亮 你会不会漂亮 当然会 难道你要希望大家丑吗 佛教很简单 你希望别人发财 你就发财 你希望别人漂亮 你自然漂亮 很简单 所以妙色升如来 各位要多念 特别我每次看人家怀孕 我也会念 南无妙色升 所以让他小孩子漂亮 还要念一个咒 等一下 很简单 跟我背 Ong T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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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平安 只要看到人家怀孕 或带小孩子 牵在手上 你要念Ong Trin 念Ong Trin 小孩子平安 妈妈平安 往生的小孩容易超度 所以各位一定要背 学佛要慈悲 再背一次 Ong Tr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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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平安 胎儿平安 小儿平安 堕胎胎儿 早日超度 再念七遍 Ong 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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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了 因为悲心 相信悲心 所以各位 你说你是男人 你不用念 麻烦你没事 坐在妇产科做一下 Ong Trin Ong Trin 你真的是太慈悲了 所以我们会念很多咒 癌症的咒 感冒的咒 小孩的咒 老人的咒 我们都会念 念佛号也可以 所以坐在那边念 念一念给他们 像来学校 我刚刚在这边 一直念什么 来 Ong Alapajanade 用文殊菩萨的咒 希望所有同学到学校来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知识 能够开智慧 如果你为所有的学生这样念 请问 以后你生生世世 会不会很会读书 你的小孩很会读书吗 一样 因为你有悲心 你不能说 高丽大学跟我没关系 我来这边喝咖啡的 那你就没有慈悲心 佛教所谓的空性是什么 凡事都互相影响 凡事一切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像各位今天你们坐在我面前 如果你们过去不是我的父母 你们也不会来 我是来报恩的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你要用一个悲心去帮助对方 跟这个老板有缘 跟这个附近的有缘 跟高丽大学有缘 所以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持重 为了慈悲心 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在念一次 那么多宝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贫穷 得大富贵 那么保慎如来 当愿众生 业障消除 离苦生甜 离苦生甜 那么妙色生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丑陋 向好庄严 那么离部位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部位 一切自在 那么广博生如来 当愿众生 身材高大 大吃大喝 因为鬼 他很小 吃不到 你念广博生如来 他身体变得很大 不会被欺负 他可以大吃大喝 那么甘露王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饥渴 同享甘露 那么阿弥陀如来 当愿众生 业障消除 往生净土 那么宝祭如来 所有海鲜水产 离苦生甜 那么释迦如来 当愿众生 消一万劫业障 消一万劫业障 身体健康 不退菩提 不退属提 好 念佛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 每一个佛都有个愿力 比如说 你这辈子感情很不快乐 不快乐 那你要念哪尊佛 来 那么月光如来 念月光如来 消除感情不快乐 消除邪淫的果报 每一尊佛有他佛的加持 那各位你说 我记不了那么多 那你就多念阿弥陀佛 中包了 全部包了 阿弥陀佛代表无量无量 但是记住说 我们念佛不是为自己 是因为慈悲 然后你念阿弥陀佛 什么样才是念阿弥陀佛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 前面的人通通变阿弥陀佛 前面的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 所有车子的声音 骂人的声音都变成阿弥陀佛 这个叫清净观 你要这样念佛 佛教不跟人家吵架 不跟人家辩论了 佛教你打我骂我 我就乖乖念佛 消夜 因为我念佛 你的心也变念佛 你就不会打我 反而你还会 哎呦对不起 因为你用佛的心 把对方的心给转变了 这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听到现在 慢慢有一点概念 原来学佛很重要 第一个捏下来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行为主宰命运 所以所有不好的 不是爸爸妈妈给你的 是自作自受 不能把痛苦怪别人 我这辈子结婚很不快乐 我嫁错老公 我娶错太太 那你没惭愧心 学佛的是自作自受 今天你在街上走 车子撞你 我业障来了 我不会怪对方 那对方也觉得很对不起你 想要帮助你 谢谢你 但是你不会怪对方 那你才能够平静 如果你怪对方 这就是你不相信因果 不能够接受业障 你会恨死 恨得搞不好还死了 所以各位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我们的报应 这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你要得到快乐 幸福 那你要怎么做 等一下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命运就快乐 很简单 你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一直吵架 那你命运就不好 生意就不好 所以以后各位做生意要怎么做 今天我要出去做生意 跟那个人卖东西给他 希望卖得成功 那我先替他布施蜜 先替他布施水 点一支香回向给他 等一下你跟他见面 你不用讲话 生意就给你了 这样懂不懂 因为你已经回向给他祖先 你已经帮他超度了 他对你就是感恩 你不用跟他做生意 他自然对你好 你才知道说 不可思议 善有善保 所以各位永远你要开车 你要开车之前滴几滴水 愿所有人都开车平安 愿这个世界没有车祸 那你开车平不平安 如果你很自私 车上挂了一大堆炼珠 我撞不死的 别人撞没关系 我不能撞 那保证别人来撞你 你信不相信 所以各位念一下 自私就是痛苦 慈悲才有快乐 佛陀所讲的 所有的痛苦 来自于自私 所有的快乐 跟成佛的因 来自于慈悲 帮助别人 各位永远记住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离自私的家 把自喜奉献给大家 这是我们出家的意义 特别我们汉人 为什么出家 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我的妈妈在我33岁的时候得癌症 我已经结婚了 生小孩做事业 赚很多钱了 但是我就读地藏经 地藏经 她的妈妈下地狱都可以超度 那我妈妈不过是得癌症而已 我发愿学地藏王菩萨出家 但是我为我妈妈出家 所以我太太当然很哭啊 闹啊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说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而且我爸爸也老了 你妈妈也老了 你爸爸也往生了 我们不能享受啊 虽然我们有钱 家庭很好 我们不能享受 而且我读了佛经 释迦摩尼佛这么伟大 他成为国家的皇帝 他都要出家 他出家不是自私 他才能够帮助他的老百姓 解脱生死轮回 不是做皇帝可以解决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可以放下皇帝 太太小孩偷跑出家 苦行 这样他的国家改变 不但改变国家 世界有没有因为释迦摩尼佛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出家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 很慈悲的事情 所以我就发愿出家 我发愿出家 没三四天我妈妈病就好 我妈妈到现在还活着 快三十年了都还活着 那我太太就跟我说 那你可以还属了 你妈妈好了 我说我还属 我妈妈不怕生病 各位结婚快乐还是没结婚快乐 你结了就会讲这种话 你没结就说我要结婚了 人就是这样 有感情快乐还是没有感情快乐 这些女人要听清 女人要说感情是我的生命 这下你悲剧的人生来了 因为你爱一个人很爱他 你就会很执着 就好像你把心脏都交给他 这样你可怜了 所以快乐不能 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 快乐是一种奉献 不是占有 如果你把爱情当作占有 你是我的 我要管你 我每天化妆的很漂亮 免得你去找别的女人 这下你太痛苦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佛教的道理 念一下 放下就快乐 要不要 要不要 很简单但是你做不到 放下要有智慧 就是你要看清楚 那些东西是苦的 不清净的 不管你是男人女人 你看这个外表好不错 里面都是大便 都是血啊 都是骨头啊 烂的 这哪里有什么好爆的 但是人都很执着这个外表 我觉得韩国女人也很可怜 每个都要去开刀 开什么玩笑把骨头刮掉 为了漂亮 事实上很苦了 对不对 很苦的 但是各位 念一下 心漂亮 最漂亮 你外表再英俊再漂亮 跟你相处一个礼拜 天啊 你这个人自私脾气不好 最丑啊 所以我想各位呢 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要理个光头这样 不会爱漂亮 做自由啊 道德才是漂亮 慈悲才是漂亮 我们叫庄严 庄严就是你很道德 你帮助别人 那很庄严 所以我想各位可以马上 念一下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好不好 吃肉了 从今天开始不要吃了 放下屠刀 你把你那只刀收起来 不要把人家猪羊都给砍死了 你说猪又不是我杀的 对方说你不吃我杀干嘛 有两个人下地狱啊 下地狱 那些人猪羊都说 蛤 你们两个下地狱 那些人说没有 是他杀的 你又不是我杀的 对不对 那杀你又说 你不吃我杀干嘛 两个都去 所以各位佛陀叫我们不要杀生 你要快乐 千万不要自私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 其他人的痛苦上面 那些人为我们杀猪 那些人为我们杀鱼 他们要下地狱 因为我们要吃 虽然你没有杀 那些人为了我们要吃 要煮 要加辣椒 加酱油 把那些肉弄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要吃 所以大乘佛教 特别中国佛教 严格守持慈悲的戒律 为什么 吃素 不吃肉 那各位现在如果做不到 至少初一十五吃素 好不好 初一十五 你还好 还好初一十五 那是各位 日本人最聪明 在家里不杀活的 家里是佛堂 清净的地方 如果你把家里弄得像屠宅场 像殡仪馆 很多人说 我晚上带你去殡仪馆睡觉 Oh no no 你家里也有殡仪馆 冰箱打开就是殡仪馆 你都不会觉得恐怖 事实上各位 你要干干净净 健健康康 不要吃肉 多吃素 那如果你现在还在吃肉 没办法 那至少多放身 好不好 佛经说 你吃过鱼 你这一辈子放十八只鱼 过去吃鱼的业障就小出 放十八只鱼 西藏人没办法 他们那边没有蔬菜 吃吃牛 至少他们知道 我一辈子放一只牛 我可以消除吃牛的业障 所以各位我想 虽然韩国放身很贵 但是汉江真的很美 那有些人说不行 不能放 没有理由 反正你丢下去就OK了 一只鱼 两只鱼 又不是几百个人在那边 没人会注意你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去做一件事情 多撒一点点米或面包 放在盒里面 鱼没得吃 所以佛经说 布施食物 生生世世 长寿 健康 身体发亮 讲话有力 很幸福 很简单 所以我想冬天到了 有鸟 水里面有鱼 草里面有蚂蚁 希望大家布施 好不好 布施食物 这对你来讲 轻而易举 现在的人类 我要花大把钱来供养佛 但是叫他拿几颗米给鸟 说我不要 他觉得这个没人看见 我在佛前供养几百万 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 很有面子 那这样贪功德 那是各位要基因德默默的做 所以我走到哪里一定傻 飞机场每个都问我 这是什么检查老半天 我跟他说 这是哈利沃特 印度人最聪明 还拉我在外面 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他相信 圣水 那事实上真的是圣水 因为我们念了很多经 奏 到处布施 简不简单 还有人笑我 大法师 你每天拿个塑胶品干嘛 大法师不重要 帮助众生最重要 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慈悲才是我的名字 这辈子死了 什么名字都没有了 我已经换了几百世的名字了 这个名字是假的 慈悲才是我们的生命 那布施一点水 所以观音菩萨手上的甘露水 有没有停掉 从来没有 韩国的寺廟还保留这个传承 他们都有圣水 大家来喝圣水 但是记住 喝完圣水 要泼一点出去 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帮助他们 这个很简单 好 现在要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给各位 这个你戴在手上 这个叫大水球咒 永远不会堕落地域轨道出生道 而且你跟谁握握手 他碰到你身体 他就可以消夜场 戴这个 就算哪一天你车祸死掉了 也直接去极乐世界 这个叫大水球咒 所以佛的力量很大 化成咒语 那佛陀说你不会念没关系 戴在身上 佩戴解脱咒 发给各位 第二个呢 佛塔还够 这个佛塔里面有经典 可以打开 这个佛塔很重要 塔代表佛陀的心 菩提心 所以你身上带着佛塔 或是你可以用塑胶纸再给它拔 这个有一条可以 线可以绑的 这个叫大水球咒 各位念一次 噩 巴拉巴拉 三巴拉三巴拉 印谷 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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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说哈 各位戴在手上 左手右手都明白 这个不会坏 不会坏 你洗澡不拿下来 也可以最好 因为这个水碰到这个咒 流到水沟 那些鱼啊 都可以超度 大水球咒 上面有写中文 以后把它背下来 给你一次 噩 巴拉巴拉 三巴拉三巴拉 印谷 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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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说哈 好 有福法就有办法 有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谢谢妈妈好 护华好 护华 你有听过鸟的叫声吗 有啊 我还听过鸚鸵的叫声哦 哦 鸚鸵的叫声哦 嗯 鸚鸵叫声你听过哦 那很厉害咯 那鸚鸵叫声很好听哦 可是我好像没怎么听过 那听说 鸚鸵会学人家讲话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还喂水果给它吃过呢 哦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听过鸚鸵的叫声哦 嗯 我是没有什么听过 可是我好像知道 它的声音像老鸚 不过比较低沉哦 嗯 鸚鸵的声音呢 真的很有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呢 很低沉的跟老鸚一样 那有一只鸚啊 它这种低沉的声音 它却想要学鸚鸵的声音呢 好奇怪吧 那所以呢 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哦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咯 请看 Let's go 嘴 有 突婴唱歌 有一只突婴待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正发愁家中的食物已经吃完了 又没有食物了 我要想个办法来找到食物 不然可怜的肚子一定会叫个不停的 于是秃鹰打定主意之后 就出门找寻食物去了 什么都没有 今天又没有找到食物 已经好几天没有找到一丁点食物 看来明天还得早起啊 这天早晨 秃鹰又起了个大早 出去找吃的 可飞了半天 他还是没找到一口食物 秃鹰又累又饿 忽然看到了什么 只见一只小鸡进入了他的视线 有小鸡 有老鹰 快快跑 看你往哪跑 你要抓我 好疼啊 好痛 好痛啊 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好饿啊 就在秃鹰在树上休息时 一只麻雀飞了过来 秃鹰大哥 这么早就出来了 是啊 早点出来找些吃的 哎呀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每天一大早就得出来 还不一定能找到吃的 可不是 谁叫我们的叫声不好听呢 找吃的跟叫声好不好听 有关系吗 当然了 王宫里有一只鹦鹉 就因为它叫得好听 国王天天都喂它小米 啊 天天都能吃到小米 可不是吗 人家是大哥星 咱没法和它比 谁叫咱一唱歌就跑掉呢 其实 我唱起歌来也很不错 不如 我也去王宫 给国王唱歌 混点小米吃 说完 秃鹰就飞走了 得了吧 就你那破罗嗓子 还想混小米吃 去唱歌 你要自求多福哦 就这样 秃鹰飞到了王宫上空 果然 秃鹰在王宫那里 看到了国王和那只会唱歌的鹦鹉 小可爱快点吃吧 吃饱了再继续唱歌 嗯 多吃点 多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唱歌嘛 嗯 呵呵呵 你慢慢吃 一会儿 我再来听你唱歌 嗯 真是好漂亮 又好可爱的鹦鹉啊 这一切都被窗外的秃鹰 看在了眼里 他是那么羡慕鹦鹉的生活 不必每天早起 不必辛苦的飞来飞去 只需张开嘴巴 叫两声 就能有小米吃 嘿 鹦鹉老弟 再吃早餐啊 错 应该叫零食 零食就吃这么好 那早餐不是很棒吗 呃 鹦鹉老弟 为什么国王会每天都给你小米吃呢 因为我的叫声悦耳动听 国王特别喜欢我 常把我放在身边 还用五彩缤纷的珠宝打扮我 啊 每天都有小米吃 还用珠宝打扮 难道这就是歌星过的日子 哦 真是好棒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鹦鹉老弟 不满你说 其实我也是歌星 我的歌声也很好听啊 就你 得了吧 我还从来没听说 拖音的歌好听呢 哼 你知道什么 我当歌星都一个多礼拜了 哦 哼 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饭碗 我的歌声一点也不比你差 如果国王听到我美妙的叫声 一定也会赏赐我的 拖音 突鹰发现了正在睡觉的国王 于是他便在靠近窗户的树枝上停了下来 嘿嘿 我的机会来了 国王 你就好好听听我美妙的声音吧 为了引起国王的注意 突鹰大声叫了起来 他认为国王听到他的叫声 也一定会赏给他小米吃 可是突鹰的叫声是那样的刺耳 国王在睡梦中被他吵醒了 哎哟 什么声音 好难听 吓死我了 来人 快来人 国王 你有什么吩咐 刚才是什么声音 怎么如此令人害怕 国王 这是一只突鹰发出来的怪声 立刻派人给我把那只发出怪咎的鸟抓来 遵命 真吓死我了 国王派人来请我了 一定是我动听的歌声打动了国王 这是什么规矩 有这么请歌星出场的吗 你们要对我好点 我可是大歌星 我好听啊 国王 图鹰被我抓来了 给我把他的羽毛全部拔掉后丢得圆圆的 看他还敢不敢再乱叫了 怎么样 拔掉我的羽毛 不要 没有羽毛我会感冒的 一感冒 嗓子就容易发炎 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 我就不能唱动听的歌了 快拿走 他的叫声太难听了 自命国王 可怜的图鹰被拔光了羽毛后 扔出了王宫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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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哎哟 兔鹰大哥 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这 这都是鹦鹉惹的祸 哎哟 好疼啊 兔鹰 兔鹰大哥 鹦鹦怎么可能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啊 哎哟 那只该死的鹦鹉说国王只要听到月儿动听的歌声就会给小米吃还用珠宝装扮谁知道我刚一唱歌就被国王抓住给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怎么能怪鹦鹉啊 当然怪那只可恶的鹦鹉要不是它我能落得现在这样鹦鹉你给我记住啊 不要总是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应该反省自己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况且没有具备真正的才能盲目效法只会令人发笑而已 自求多福 比喻靠自己的能力来求取福禄 悦耳动听 比喻言语或声音 美好动听 使人感到愉悦 原本一只玩好我缺的图影啊 竟然被拔光毛了 很好笑 很好笑嘛对不对 那你看过了以上的故事以后 你还记得故事中出现了几种鸟妹呢 我记得有四种 四种 哪四种啊 有小鸡啊 Tween啊 麻雀啊 还有鹦鹉 一共有四种 一共有四种 那我再问你 在故事中 鹦鹉的长处是什么呢 鹦鹉的长处是很会唱歌 每当他唱歌 国王就会给他很多小米吃哦 哦 他很会唱歌 那你觉得呢 Tween的长处是什么呢 我曾听老师说过 Tween的长处是会吃动物的尸体 嗯 Tween虽然长得不好看呢 但是他在食物链中却扮演着青道夫的角色 因为有凸鹰啊 地球上动物的尸体才不会越积越多 也就是说呢 宇宙的造物者创造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用处 这就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哦 哦 所以先生们的意思是说 连小蚂蚁啊 也都有它的用处吗 对啊 哦 每一个人呢 都有它的优点 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哦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物 不要任意的伤害它们的生命哦 嗯 哇 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好事哦 那你觉得 应该将别人的优点 成为自己的优点 还是要去嫉妒别人好吗 嗯 但是 学习别人的优点呢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嗯 因为这样子才会进步啊 哦 对 别人 有的好的长处呢 我们要向他学习 要跟他看齐 绝对不要嫉妒别人 对不对 这样子呢 他们的优点 好 就变成我们的优点 那我们的优点也会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到自己的优点了吗 有啊 我很喜欢画画啊 而且我叔叔也曾经 考过一百分啊 这都是我的优点吧 嗯 对啊 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 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你也很善良啊 你很有爱心啊 对不对 那你在学校也很听老师的话啊 那你很孝顺父母 那在学校一定是很有人缘的 对不对 谢谢香香妈妈 我会努力再努力的 很好 霍华 我再问你哦 你觉得故事中的兔鹰呢 是否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呢 嗯 兔鹰项目因为我会唱歌啊 所以也想要以高雄来讨好国王 嗯 可是啊 他的歌声太难听了 正好操心了 是梦争的国王 是啊 正可以所谓的 画虎不成反类犬 嗯 对 因此呢 我们做事呢 不要太好高无缘哦 或者能力不足啊 模仿师真 就变成不伦不类了 就像故事中的秃鹰啊 他声音不好听 可是却勉强的学鹦鹉啊 其实只要 花回我们自己的长处就可以了 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来哦 嗯 那你觉得怪罪别人是一个好习惯吗 呃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怪罪别人啦 像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 问我妈妈说 你到底把我的东西放到哪去了 最后才发现 是我自己放的啦 啊 都会先问妈妈对不对 妈妈你又给我乱收啊 对不对 都会这样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常会遇到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会常常去怪罪到别人 那不管你觉得 那怎么要去避免这些呢 嗯 我觉得应该先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卖啊 然后尽管自己 没有自己的缺点 然后 再 就把它找出来对不对 嗯 很好 所以呢 当如果你不如意的时候呢 其实要先自行啦 那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想看 就像菩萨呢 对手的众生都怀着无限的慈悲 即包容 我们又要笑话菩萨的慈悲 来包容别人的错误 那如此我们说越来越怎么样 越快乐啦 那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啊 哦 谢谢妈妈 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一位菩萨了哟 哦 谢谢你哟 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 各位小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 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哟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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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